指揮官程序中前往视察新北板桥车站接种状况 但疫苗催漏也赶不上疫情的变化速度 本土连续35天加零疑似破功 据了解一名在南港P3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为20多岁女性 疑似在做新冠肺炎实验时不小心染疫确诊 已经打过两剂的莫菲娜疫苗 那在一个礼拜前开始有得受的症状 那到昨月8号开始有一个社会决疫场的现象 所以就就医开店 那目前的这个检验还在确认当中 打完两剂莫德纳还是确诊 目前CDC以及疫情指揮中心专家小组召集人张尚淳 也已经前往现场指挥了解状况 目前看起来有一个PCR检验是阳性的 那目前我们那个CDC跟我们张教授也到那地方去现场了解 直接来指挥 那目前的情况我们在副院中 那当然需要隔离的 现在也展开我们的疫调隔离 事发突然染疫原因仍在厘清当中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 匡列人数可能高达50人以上 目前规划在联一中校院区进行筛检 直接入了最后是因为实验染疫 或者目前的状况看起来 那是会列在本土的案例 张教授主要需要做对实验室相关过程的一个了解 那至于疫调 卫生局本来就很专业 相关的隔离疫调作业 当然有卫生局那边来掌握 那目前大概是在工作的场域 有这样受到污染的情况 指挥中心也表示 这应该是国内首起P3实验室 发生工作人员感染的个案 目前个案仍在副院中 但指挥中心已经绷进神经 欢迎许诺宋俊黄佩涵台报道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 玩语新闻台